大家好,今天我會做一個乾炒牛河 非常簡單 我買了這種新鮮可粉 它是一盒盒的 但我只會用一半 如果你買這種的話 就要把一條條可粉撕開 就是這樣 另外準備一些薑絲、洋蔥絲和蔥段 還有一碗豆芽 我把它洗乾淨備用 我這裡有半磅的炒牛肉 買的時候盡量買炒牛肉 這樣嫩一點 我現在先醃一醃 一湯匙的豉油 半湯匙蠔油 四分一茶匙的胡椒粉 半湯匙的生粉 把它拌勻 拌好之後 加一茶匙的油 炒的時候不用黏鍋 和吃起來的時候滑些 河粉我已經撕了一條條 現在開始炒河粉 鍋熱狀 加一茶匙的油 然後加入牛肉 我會煎一下牛肉 然後再翻炒兩下 家庭式炒牛肉 一次不要炒太多 太多的話就不會很香 牛肉看上去都有五成熟 我現在放入蔥白 洋蔥絲 和薑絲 再翻炒幾下 炒了大約一分鐘 洋蔥絲 就開始變軟 我現在這個時候 就放入河粉 下了河粉之後 我會加一湯匙的醬油 再加一湯匙的老抽 然後翻炒均勻 我用的是草菇老抽 老抽我用過很多牌子 但是用來用去 都是覺得草菇老抽出來的顏色是最好的 炒均勻之後 現在我就放入芽菜 最後先放芽菜 是為了保持芽菜的爽脆口感 再放蔥的綠色部分 再把它翻炒 我會再炒一分鐘左右 這個乾炒牛河就可以吃得了 顏色是否很漂亮呢 令到你又很有食慾 在家做牛河就是這麼簡單 而且不會放太多的油 吃得健康又好吃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乾炒牛河的話 歡迎訂閱 分享 有什麼意見的話 請留言給我 多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